Amy的這個問題 她說做派起的這個麵糰 是不是可以把它拿來做堆肥 對齁 很多人在學做麵包 可能會有一些麵糰不OK 這個如果能夠有效再利用還蠻好的 這沒什麼問題 但是你就是 它整個麵糰 你把水拌一拌 它裡面本身就有酵母菌 酵母菌 因為我們麵糰做酵母菌 你可能要加一點點 譬如說你可以加一點點糖 讓它稍微發酵 發酵之後它現在會有一些酵母菌 酵母菌在我們產地用 就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 它的酵母菌是一個大自然的清豆腐 這個東西 因為酵母菌一般是要在 比較沒有那種叫做燕陽 沒有空氣的這個 比較沒有空氣的這個環境裡面 它譬如說有這個做酒精發酵 還是什麼樣 這個呢 它這個會去做很多 因為酵母菌其實 我們說的酵母菌是一個群體 它這不是只有一種這個東西 這是一個單細胞的一種真菌 它可以把這個糖分 把它發酵 發酵之後呢 因為它的一個細胞裡面 有一個叫做甘露聚糖 這個東西對做我的氣筋還蠻好用的 很神奇 大自然其實很奧妙的 所以很多人問我們說 為什麼那個奧地利果寶肥 在用的這個效果 那感覺很特別 很多人用過的說 我一分底才用一個四包而已 這件用六包 好 像這樣拼拼 其實那個最重要的是 它裡面有一些酵母 這種酵母菌 這個東西這是我們 其實酵母菌它是一個統稱 它不是只有一個東西 這個東西 我們在這個用的時尊 就是說你那些麵糰 麵糰裡面你把它沾一些水 把它搅搅搅搅搅 讓它稍微發酵一下 發酵之後 它會產生還蠻多這些東西 有的說如果酒精夠快 你要不要讓它燕氧發酵 稍微讓它發酵一下 就是讓它在有空氣的結界狀態底下 那麼它這個東西可以拿來應用 這個東西不是什麼壞事 但是就是說它要有一個最麻煩的 就是它的規格 你一定要讓它發酵過 發酵過之後 因為它是糖嘛 如果你可以用它來做糖類的來源 然後你再加一點蛋白質類的東西 譬如說魚精或豆瓣這種 這樣發酵起來應該會更好 應該會更好 所以這是一個處理的方式 所以這個可以去你可以用一種的一個 稍微用一下做這個堆肥 你如果說我沒有買那麼廢肥 譬如說 但是你整個都被拚掉 這個不好用 它沒什麼法 它被拚掉就不好 這之前我們 阿伯也要處理過一倍 我們圓外的米 圓外的米 圓外的米 就是說去外國 因為剛才有那個堆肥 或是怎樣 我們的包得很好 洗 但是它去厚到火 所以去搞對方的國家的時候 人家雖然窮 但是不食皆來之食 對吧 裡面米生過了 我們全皮都拿回來 拿回來 要怎樣偷偷的 送去這個不知道的方向 其實在做治療應該是不要緊 但是沒有人家 後來就偷偷的消費 那要放火燒又怕那個 所以就有人建議去做堆肥 這個做堆肥的時候 它的米去甘水 做的整個腳那樣 跪了 整個堆肥腸 那樣翻過 那不好 所以你不能讓它整個 這個東西就是說 你要讓它刷開 譬如說 你原地就有在做這個堆肥 你可以把它拿水拿來 讓它比較多水 這樣要給它撲一撲 在上面 這個幫助 它發酵 這也是一個很好的東西 那做出來 裡面就有一些 酵母菌的產體 那麼這都很好吃 最主要就是說 不要讓它整個 去放在那個地方 這樣 這個就比較不好 要用水 你要是做液肥 譬如說我要做液肥 做液肥 你把它淋一撲刀 譬如說 用一些蜜精也會塞 刀這也會塞 讓它淋一撲刀 我們還有一個堆肥菌 再淋一撲 然後讓它發酵 發酵之後呢 這種東西就是一個很好的 一個液肥 所以不要浪費 這種東西當然可以 但是規格 就不好 規格就比較不好 它在發的速度就比較好 你如果說 我就把它帶大土下底 帶我土下底就算了 譬如說 不太大格的 我的土 我只要把它帶 帶大土下底 淋一淋 讓它自然去分解 這個也沒有關係 脂肥很多 譬如說還蠻多的 你可以把它黏 洗一洗一洗一洗 把它放在土下底 蓋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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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用那麼悔氣 不如說 那些都很悔氣 就是說我們本來 就在做液肥 做什麼 你可以這樣用 你如果沒有就黏一袋一袋 黏一袋一袋 這樣 對 貓耳朵 這個在新疆叫蕉皮 這個黏一袋一袋 你把它偏偏 它在自然裡面 它會發酵 這也不會浪費 所以 我們這位好朋友 你可以這樣來 把它做出力 這個提供給你 做參考